當然提到這個陳時中 他真的這樣長時間 在下午兩點鐘 出現在疫情記者會上頭 很多語出驚人的驚句 驚嚇的驚 到底說了哪些驚句呢 帶你一起來回顧 判斷 所以也請副市長 不要說太不滿 沒有信心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就承認我其實錯了 這不能講錯一句話 那是不是上市有人跟人的連結 其實如果是我 如果真的有這個情形 你知道嗎 這鑰匙丟下來 現在台灣的政治人物 多半都是為黨參考 對 為黨做口糧 我們真的為人民上的 好像不是太多 要怪就怪病毒 這麼多病 超沒有邏輯的 病毒又不是一種生物 或是會溝通的 什麼事情都要怪病毒 不是怪人 就是一直出去什麼之類的 微解封 有點好好笑而已 就解封 解封就是要1就1 1要2就要幹嘛 要1不1要2不2的 最後回歸 我在香港的時候也有聽到 在香港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個意思是什麼 然後就特別去查一下 就是一個藉口去檢測他們就是 那個效率不夠這樣子 我感覺是這樣子 這樣快就怪病毒 就滿不負責任的感覺 對 就是 有點就是 但我覺得他前面做得滿好的 但後面就有點像是在 推卸責任的感覺 可能是為了選舉吧 他後面可能要換到別的軌道 就爛掉了 然後就覺得可能可以隨便做 大概就校正回歸吧 當初搞了一個很奇特的名詞 就是校正回歸 我覺得 就是因為這樣 讓我們的統計數字變得很奇怪 所以我們就把它 校正回歸 好的 聽了這些話 真的大家眼睛都碎滿地 不過來看是陳時中林佳龍 參選雙北 謝寒冰就認為 2022年底大選精彩可惜 不過另外一方面 他也批評陳時中說 他做明不是什麼 盡責跟盡職嗎 但如果真的盡責或盡職 怎麼會在疫情期間 還跑去跑塌 喝紅酒 唱歌 這個口罩也不戴 社交距離也沒有呢 他應該只是想做大官吧 還有陳時中參選台北市長 剛好也重新檢視台北市民的智聲 可是我覺得陳時中 他們現在因為蔡英文一個人的意志 硬要把他拱出來選 我覺得這是好事 我一直很歡迎他來選 第一個 台北市的智商 也要再測驗一次了 對不對 我覺得也要測驗一次看看 看看台北市人的智商 到底是往哪個區先發展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每一個城市的人民 都需要接受檢驗 那再來 接下來陳時中 是不是就要提出他對這個城市的願景 他的規劃 那可是抱歉 過去因為他是防疫指揮官 而且因為防疫的相關的條例 所以變成他說什麼就是什麼 沒有人可以質疑他 然後他高興幹嘛就幹嘛 可是未來你只是個候選人 那就完全不一樣 接下來你問的每一句話 都會被人家質疑 然後你還是要用大可不必來回嗎 還是要用我負責來回嗎 實際上我們就知道 我根本從來不相信陳時中什麼 什麼他的座右鳴是敬則敬直 他看起來就一副不敬則不敬直的樣子 不然你中間怎麼會溜去唱歌 溜去喝紅酒 你敬則敬直是這樣敬直 所以根本就是在講笑話 但是我一直認為 陳時中從小到大 人生的座右鳴就是要做官 而且要做大官 這才是他人生的座右鳴 他不是接受媒體訪問 不是說什麼還有個相似 從小看到他這個人將來就會做大官嗎 他腦袋念字在字就是這種東西 所以我覺得 我們台灣是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你有權力參選你就來參選 那我也很想看看 你在參選的過程中 會鬧出什麼笑話 本來我一直很擔心陳時中如果不來 那自由業這算不算先醜一了 我覺得還好 他接下來可能要醜到兩百以上 醜一這個真的不算什麼 因為說真的 我很擔心2022本來 我很擔心整個選舉會死氣沉沉 結果現在一個黑龍跳進來的 然後一個時鐘也跳進來的 這個選舉真的精彩可惜 同時還要來關心的是 昨天宣布確診的 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人柯志恩 今天一大早透過領書公布競選團隊 來看看一如外界的預期 競選總部主委是 前高雄市副市長葉匡時 總案是市立委吳以丁 還有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則是單任榮譽主委 另外高雄市農會總幹事 蕭翰俊還有前高雄市議會議長 莊啟旺則是擔任執行總幹事 前立委黃昭勝擔任總協調 市議員陳立娜擔任了發言人 團隊召集人 看起來他們的團隊已經就位 好 就序了 我當然同時來來看是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昨天宣布正式提名 黨內的立委高鴻安 參選新竹市長 新竹市也要形成三角都 這樣的一個局面了 高鴻安發表參選宣言 他強調說要用科學的方式 產業的執行力 打造讓台灣其他縣市能夠撐線 讓世界能夠稱讚的新竹市 在這邊告訴大家 汪汪水神維酸性電解刺激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 輸入雅婷的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